今天想說一下去了一間酒店 這次沒什麼玩,但也會轉場 我去灣仔探險 發覺原來有很多有Live Band的酒店 我一數都有四、五間酒店 各種風味都有 有些酒店很濃厚 有些酒店很濃厚 那種音樂大概是很濃厚的 灣仔的酒吧街 最濃厚的酒店 有一間很小的酒店 我沒有進去,但在門口也聽到 那些音響很濃厚 而唱的歌也不是主流的 我有機會想嘗試一下那間酒店 但那間酒店已經不是認識人 是真的聽一些另類的音樂 但我今次去了一間叫做 Kalegi 我看看有沒有讀錯 因為那個名字很難讀 對,叫做Kalegi 就是 其實是在洛克道附近的 那間酒店 我覺得反而人流不多 想認識人就沒什麼 但整個格局很舒服 進去後你會覺得真的像酒吧 其實Live Band就在門口的位置 一進去後你會看到一個Live Band在旁邊 很有趣 然後你就自己找個位置坐 價錢又不錯 Soft drink也是50元 可以聽一整晚 這些音樂又適中 聲音的大小不會太誇張 而且慢慢都發現了 新態就是 其實譬如尖沙咀 灣仔 中環 這樣算 其實他們 服務的人是不同的 如果譬如本地人 亞洲人 就會 在尖沙咀區那邊 尖沙咀區 尖沙咀區 那裡比較多 遊客也有很多 內地遊客也有的 日本人也有 韓國人也有 都會有的 但是本地人也有多 尖沙咀區 All Lights Long 因為我之後也轉了場 我的朋友 叫我一起去玩 都做了All Lights Long 那個呢 很奇怪 我暫時找到尖沙咀 比較好玩的地方 就是All Lights Long 不知為何出奇地是特別多人 出奇地的女人是真的好 但是問題呢 也是 身體就是很多男生 這樣 那我再說回 我去這間 叫做 都說是不懂的 Karne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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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很巧合 我不知道不懂 這間 Karnegi 就 舒服 首先 音樂 其實都是 你慢慢發覺 唱來唱去 都是Live Band 都是唱來唱去 那幾首 流行的 就是跳舞曲 一些 就是Pog 那些 那些 今次這對樂隊 我自己覺得 不是很出眾 但是很聽 舒服 反而很簡單 有時候 他也有四個人 有一個樂隊 我覺得 如果樂隊有四個人 其實音樂是不錯的 挺好聽的 因為他服用外國人 其實外國人都會比較欣賞音樂 我自己發覺 他們都會猜獎 完了那首歌也會猜獎 起碼 真的在欣賞 是不同的 你會覺得 香港人 有時候 真的不知道 香港人是否真的不敢聽音樂 就是會覺得 音樂是很便宜的事 就是很 我不知道 是否文化沙漠 還是什麼 在亞洲人的場 聽Live Band 是沒有人的 就是 那些人在那裡 喝酒 吃煙 吃花生 吃炸雞 都不會理會 音樂的歌手 不會理會那個靈魂人物 但是去到這些外國人的地方 我第一次 我不是經常去外國人的場 看到外國人是很欣賞的 你自己也會覺得 對 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有一種知音人 那種感覺 去到這間酒吧 的一種感受 但我逗留了不太久 但我自己也很享受 如果有一天想靜靜地 那些酒吧 我自己覺得 是很好 那 他室內裡面 又不是不吃煙的 他外面有個吃煙的空間 吃煙的空間 應該是要走出去的 裡面的裝修也很漂亮 有興趣可以搜尋一下名字 你可以看到圖 那間酒吧的內廊是怎樣的 我怎麼說 他這間酒吧的裝修是有想過的 都比較像外國的酒吧 場上是掛上了一些球衣 一些畫 是比較藝術一點點的 但這間酒吧的 天花板也很高 感覺上的空間感是很大 但你又不會覺得 好像 這次 All Lights Long 那些是很大 那些是另類的玩法 也都是 不是說 你 進去 欣賞音樂的地方 我覺得 是跳舞的地方 All Lights Long 是另一個 玩法 另一個場 然後 轉了場 又轉了All Lights Long 試試第二道進去 看看感受 仍然是多女生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晚上 也有很多男生 有很多男生 有很多男生 但也有很多男生 是不動的 整棵木 這樣 這樣 沒所謂 你自鞋 那你按兩下 大佬 這些音樂 都是站在那裡 我都不好意思 我朋友都說 我自己整棵木 這樣 沒所謂 這樣就各個各欣賞 因為那些音樂 是相當之激昂 所以 身體有少少 大家都會有些碰撞 都會有少少 那晚真的逼到抽筋 我連個站位 你基本上都是 你旁邊都是人 我便嘗試 如果旁邊的女生 如果有女生 我便嘗試搭散 那我都試了四五套 去接觸 OK 所以我沒有拿過任何內容 但是 都聊了兩句 大家都有聊有聊 有聊有聊有笑 那我用什麼開場白呢 沒有的 其實 假裝第一次去 有些人說 我第一次來 附近有沒有這場 好像這場一樣 這麼好玩 介紹一下 然後 有時候 會 用外國人的開頭 嘩 你的樣子有點像外國人 這個開頭 或者 有幾個女生 挺開心的 那一刻 我看到她 她們很開心 然後 我針對整個組別 因為有三個女生 我說 你們很開心 然後 她們突然爆笑 我們很開心 然後 我用另一個開場白 你們的樣子有點像外國人 但這句話不是假的 我真的覺得 她們的樣子有點像外國人 開了幾個玩笑 然後 一個這樣的開頭 其實我可以繼續下去 但 沒有啦 有時候 那裡真的很難逼 我說完 很難逼 有時候 你是跳一下 想到一些事情 就走下去聊兩句 其實 說的話 你預言不太長 玩這些 例如 Light Game 例如 版會蛋裡 有分兩種遊戲 Date Game 和Light Game 就是 日頭的遊戲 和夜晚的遊戲 日頭的遊戲 就是在街上 或者在商店 商場 你做一些接觸 去接近 那些 那些就會靜態 比較快一點 例如 可以說一些比較長的聊天 但是 這些夜場 要看回夜場的格局 例如 All Lights Long 冬池外面 都有些 包圍 那些其實 都可以聊到長 即是 說的話 可以長一點 但是 裡面 就會 比較 你以為是 身體意願 全部都是 眼神 身體意願 是另一種遊戲 這遊戲 我又不太熟 Light Game 是另一種玩法 但是 我又不是 完全不知道 那些是什麼 我也聽過 是怎麼玩的 有機會 我再分享 怎麼玩 我不是高手 我第一次 兩三次去玩 我反而是欣賞音樂 但是 我自己覺得 All Lights Long 這次對Bang 挺有趣的 竟然唱廣東歌 突然之間 不知道為什麼 有個 藍珠唱廣東歌 原來對Bang 我想對Bang 每次都不同 對Bang 對Bang 女性是漂亮 大小 相當之 距離相當 close 我看到的現象很有趣 不知為什麼 那些人很喜歡 那張桌子是擺香檳的 All Lights Long 較前的一張桌子 是擺香檳的 總之 你有錢 買香檳 就有個位置 給你坐 如果你想有位 麻煩你早點進去 但你不能坐前面 那些 有些VIP席 但那些VIP席 說就說是VIP席 但也不是那麼VIP 只不過是 那些位置很簡單 都是巴桌 但是 它是留了位置 是給一些香檳 賣了香檳的人 不知為什麼 那些男生 總是開支香檳 在那裡 扣女 攬女 很明顯 他們是那個 擺明是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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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有兩對情侶 在那裡嘴得很厲害 我覺得 你嘴得這麼厲害 不如索性 立刻開房子算吧 不要在那裡 冒池在那裡跳 真的 他們是 已經 打得很快 有些有趣的現象 看到 我想 他是想 借助 武池 那種 Energy 將 女性的Energy Level 提高 並且 打他喝酒 成績可以 令到 他的 情緒更加 高漲 更加容易嘴 更加容易攬 然後 轉頭 好像不知是 走了 那兩對情侶 但嘴得很厲害 這樣 比較有趣 我自己覺得 因為這個場 我自己覺得 嘴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情侶 都可以 但 你預計 真的 很難逼 你想想 你這對情侶 在我前面嘴 我已經碰到 你們兩個人 那種感覺 我差一點點 就把他們 那種距離 根本就是 你 你的手 都可以碰到 任何人 這樣 很誇張 這樣 有好處 這個場 就算你踏山 一個不成功 你可以很快 去下一個 我 那裡數 大概有二十個女生 二十個都可以接近 那我就找了 四 四組 因為我都是兩個兩個 這樣去的 因為通常那些女生 是孵著孵著孵著 你很少見到一個單定 這樣有個好處 起碼兩個孵著 你都 起碼是 他不是有個男生 跟著 有個男生 跟著 你要解決 你要接近男生 其實是這樣的 原理 所以 都幾多 一媽媽的女生 有些女生 不一定 情緒 那麼高漲 那些音樂 很厲害 但真的不肯硬 真的站在那裡 有時候 有些女生 情緒那麼高漲 有幾個女生站在那裡 有時候 她可能真的來觀光 可能第一次來觀光 也不奇怪 沒有所謂的 你都感覺到的 知道的 你看到她們的眼神 都是 閃閃避避 你就知道她們是害怕的 有些女生都會來到這個場合 害怕的 不知道為什麼 來到這個場合 應該是開心的 但不知道會害怕的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有機會再說 謝謝